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歌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格 今天给大家带来,师兄弟意外发现一只超能小僵尸 在抓捕小僵尸的过程中,由于小僵尸极通人性,他们便放弃了降服 并让小僵尸同自己一起生活的故事,四目先生 咱们的双男主是一对师兄弟,师兄大男道行不深,喜欢打小算盘 师弟小男精通道法,为人谦逊老师 一天,镇上财主家闹僵尸,请来二人做法 大男在行动前,以怕僵尸发难为由,支走了外人 接着就颇为好笑的看着小男大展身手 小男发现扶植对僵尸无效后,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被大男坑了 这俩僵尸其实是人假扮的,为的就是向财主狠狠敲诈一笔 小男对此感到不满,但碍于情面又不好,拆穿大男的伎俩 平日里师兄俩除了一起降妖除魔,很少会一起出动 小男心善收养了不少孤儿,并视为己出,将自己的本领交与他们 而大男爱财又有嘴滑舌,镇上有钱人家很吃他这一套,便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大男那里学习知识 但富二代难免交送,时不时的就找大男的茶 大男也不生气,毕竟人家钱多嘛 没几天,财主再次找上了大男,想找他看看自己乡中的地 大男到达地点后,先是一番沉思,然后再用他一贯的说法套路财主 这地儿呢,原本是块风水宝地 可是嘞,话还没说完,前方的施工队就发出惊呼 原来他们挖出了一座上等木材建造的棺材 于是,大男便顺着这一发现胡宗 这里死过老多人了,现在就是个乱葬岗 得屈屈鞋才行,不然你这个地方建不下去的 但是我要给你屈鞋,就要高额的费用了 而至于这口棺材,你说我那儿,我给研究研究 大男话刚说完,小男就赶来砸场子 劝大男别这么做 奈何人家财主就想花钱消灾,也不喜欢小男说的话 愣是选择相信大男,并按照他说的话把事给办了 实际上,大男是看上了这口棺材的材质 才又坑了财主一笔的 可等他打开棺材时,里面竟蹦出一只小僵尸 还抢走了大男的老古董相机 小男一看,哎,这不行啊 得把小僵尸给收了,万一伤人咋办 然而,还没等他做啥准备 小僵尸就朝两人放电,将两人垫得毫无招架之力 接着小僵尸就趁机逃走 顺路吓走的外面俩对他图谋不轨的黑衣人 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小僵尸直接躲进了小男家的厨房 并结识了里面正在做菜的小女孩 小女孩觉得小僵尸隔空许物的法术十分厉害 便叫来其他伙伴一同观赏小僵尸的表演 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并齐心协力帮助小僵尸藏身 而大男和小男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在外面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没往家里看 大伙心疼小僵尸每天只能躲着 于是便想着带他出去玩一小份 怎料一群富二代看穷小孩不爽 一来就刁难小女孩 是可忍,殊不可忍 小僵尸气得咬牙,施法准备,惩罚富二代 却被正好经过的大小男抓了起来 小男真正也是刚正不恶 也不管孩子们和大男求情 就是不肯放过小僵尸 人是殊途好吧 大男还是替着小僵尸说话 这位孩子们偷偷叫走小僵尸 争取了不少时间 在送走小僵尸的路上 他们遭到了黑衣男的埋伏 黑衣男抱起小僵尸就窜进车厂里扬长而去 孩子们跑是跑不过的了 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僵尸陷入危机啊 于是他们派出一个跑得贼快的小男孩 偷偷追上汽车 看看那伙人抓小僵尸究竟要做啥 经过小男孩暗中观察得知 一非法研究机构想利用小僵尸研发出新药剂 研究男抽了小僵尸一管血后 将其与一些药水进行调和 接着就将调和的药剂注射到一只小狗身上 不多时小狗就蹭的一下长成了一只大狗 看来他们做的这玩意很催俗啊 小男孩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便原路返回 将小伙伴带过来想方设法解救小僵尸 但毕竟是小年轻 很快就被黑衣女和研究男给发现了 研究男倒是不想为难小家伙 放走就得了 可黑衣女不肯呢 这实验是机灭 自己当然要杀人灭口咯 真是罪毒妇人心了 小孩子都不放过 这让还有良知的研究男都看不下去了 只得设计弄晕了黑衣女 这么心狠手辣就是不行 而另一边 大男和小男收到了消息 正马不停蹄的往这边赶来 在两人赶到前 研究男为小僵尸解开束缚 他觉得小僵尸应该挺强 估摸着能出手救下这帮孩子 这下真是叫小僵尸他们无处可逃 幸亏大男和小男及时赶到 朝着黑衣女的人一顿狂谈 不得不说 这里的反派人物真的很菜 三两下就被师兄弟二人收拾了 而小男经过了这次事件 对小僵尸有了新的认识 于是便放下了心中的成见 收养了小僵尸 故事就此结束 这里的小僵尸 与其他僵尸片中的僵尸大有不同 不仅有超能力 还单纯无害 要是降服了 或许还会觉得后悔吧 这是否也在暗示我们 放下心中对某一群体的偏见 以诚心的态度接纳 才是更好的一种处事方法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留下